大家好,歡迎來到來一碗金銀數據 首先我們邀請各位同學在這個影片下方幫我們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同時幫助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就更加用心可以拍每一段影片 首先,多謝大家 上一課,我們教大家如何在API的環境下買賣股票和卸單 這一課我們會進一步大家如何拿出實時的股票數據 在開始過每一條代碼之前 我們首先跟大家講解整個邏輯的順序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連接附圖的伺服器 這邊我們會弄一系列的銜數,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第二步在連接好伺服器之後 我們要通過它的伺服器去拿數據 這一課我們主要是介紹如何拿出實時的數據 第三步就是我們如何將這個數據在local environment 進行分析 第四步,我們就可以根據分析結果再次連接附圖的伺服器 去進行相關的落單指令 就好像我們上一課這樣說 這一系列的課程是相當上尾之前的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代碼的長度和難度都增加了 之後這次開始我們就不再用絕對布文 我們這次是用到Spider 其實Spider在Anaconda的配件已經預設好了 有興趣的和我兒子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視頻 用來一碗Python工具Spider介紹 這次除了一樣的模組,除了輔導之外 我們還包括了Q-Module Q-Module的作用就是我們透過API 拿到一個實時數據再進行轉化 做一個python的variable 方便我們進行下一步的數據分析和處理 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個新功能是 可以使用股票的實時數據 實時報加回調 通過這個行數 我們可以在富途侍奉器拿到股票的實時數據 這個實時數據就不同於我們以前拿一次性的數據 它是不斷地更新 持續地可以有新的數據 其實這個也是量化交易強大的地方 我們可以透過實時不斷更新的數據 進行分析和交易 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實際上富途官方已經把我們的代碼寫好 只要把它 paste過去就可以了 但是官方代碼比較複雜 裡面也有很多額外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運行的代碼之後 下面會有output顯示 你這次拿回來的數據 而我們這一堂 其實是把富途官方的代碼減化了 將這些跟本堂沒有關係的非核心耐用 方便大家理解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自己用的時候 運用富途的複雜代碼 亦都在測試的時候 才用我們這個簡單版的代碼 現在回到我們這個簡單版的代碼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邊 我們直接建立了一個叫做 StockerTest的class 實際上主要就是頭三行 其實這個代碼真是由富途官方那邊封制過來的 第四行這邊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 global variable 叫做Q 通過這個Q 我們把所有數據放進去 而在我們的class 設置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真的可以開始 拿數據這個步驟 第一步我們建立一個 CodeCTX 來進行初次化複雜的行程連接 第二步我們就開始去建立一個 市場的交易化連接 因為我們今天是視頻這個時間的夜晚 所以我們就用了美國US 來畫出數據 第三步我們開始介紹今天的第二個功能 叫做Position List Query 這個Position List Query這個銜數 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幫你查到現在手樓上的持倉 通過這個銜數 其實你就可以查詢到你目前持倉的股票 包括股票代碼 你持倉的價格 你的持倉數量等等 我們稍後回到我們的Code這邊 大家可以見到我們這次主要用的 其中一個設置 是Trade Environment 我們這次的設置是Simulate 模擬環境 因為我們現在會用到模擬盤的操作 回到我們自己的Code這邊 我們可以見到我們的設置者的參數 就是模擬Simulate 通過這個命令 我們就可以查到我們現在股票帳號裡的持倉 我們再把代碼運行一下 代碼運行完了 我們看看你的結果 我們這邊有一個Portfolio Position 就是我們剛剛建立好的這個Variable 我們將它打開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持倉狀況 好了 大家可以見到我們的持倉 是一股的蘋果股票 下一行代碼 我們再把數據進行處理 主要就是把我們的股票代碼 變成我們的Index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Index 是一個數字 如果我們想把它的股票代碼 變成Index 我們就會運到這一行的代碼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剛剛運到的代碼結果 打開給大家看看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股票代碼 而不是之前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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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我們就開始進行 一個實時報價回調的設置 這邊我們會用到之前的設置好的 class stock code text 那我們這邊馬上再用 之後我們就開始向富同侍服器 發上我們的報價內容 其實這邊主要就是 給富同侍服器一個股票代碼 那因為之前我們已經把我們的 整個資料寫出來 所以我們這裡只要 直接把股票代碼輸入 就可以了 大家會留意到這裡 有一個新的功能 它就叫Subscribe 那我們打開給大家看看 Subscribe這個功能 實際上就是 根據你提供的股票代碼 以向富同侍服器 去訂閱相關的數據 這個數據的類型有很多種 我們這邊打開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包括一些基礎報價 擺盤 竹筆分時 基線等等 因為我們這次拿的是實時報價 所以我們會用到基礎報價 code 回到我們代碼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使用了code 之後整個基本設置就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我們運用我們的code 然後來得到實時的數據 這邊呢 我們就寫了一個true loop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代碼 不斷地去伺服器拿這個數據 那我們運用這個代碼給大家看看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數據是不斷地拿著的 然後我們想停的時候呢 只要在console這一邊 我們按停止就可以了 那這堂課我們教大家 怎樣去伏圖伺服器 首先去拿我們Portfolio裡面的股票名單 之後再透過這個股票名單 去伏圖伺服器 實時收取相關的股票報價 那在裸聞應的實時報價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更加多的分析和操作 包括設置這個止選點 那希望各位同仁仔 可以在影片下方幫我們按讚和訂閱 支持我們下一條影片 歡迎收看來一款金融數據 我們下一回合再見